与先生一起抱着超kawaii的龙凤胎 回想当初怀四管婴儿的过程 电视台主播杨志杰说真的很辛苦 挺过怀孕期间的各项挑战 有指万事族的杨志杰将迎接人生第一个母亲节 杨志杰特别感谢台北长跟医疗团队的协助 让她有机会成为幸福妈妈 每天回家不管在内看到两个很可爱的小小的吉祥物 都觉得很开心 那他们现在已经会爬了 就两个人都会黏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就觉得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他们开心就好 就他们快乐就好 同样喜获双胞胎的张小姐三年前曾流产 备孕一年多都没怀孕 求此兴起了她在遭遇第一次四管婴儿失败时 由医师的一句话让她备受鼓舞 终于在第二次成功怀孕 并顺利生下宝宝 她就跟我说 当你就是背水一战的时候 你是一定会成功的 在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 又在接受了第二次的植入 那很幸运的就是 就是在第二次植入之后 就是得到了我们的双胞胎的宝宝 另一位四管婴儿妈妈黄小姐也说 当时确认成功受孕真的好开心 认为自己已经是幸运的 那时候就很紧张说 哇 有成功 人家就会说 那还要再咽有没有心跳 然后刚好 12周有心跳 我就哇 好开心了 就真的有成功了 对 然后就这样一路这样 还可以啦 刚好也很幸运 第二次就成功 近两年 每年有超过120名四管婴儿宝宝 来自台北长庚医院 在怀孕率与活产率 都优于全国平均值的台北长医院 特别分享相关成果与经验 希望协助妇女朋友 顺利完成当妈妈的梦 四管婴儿的高牌率 再加上产科团队医疗 一起让他们有机会 圆一个当妈妈的梦 当然技术上面 那当然是有跟以前比较 我们的成功率 当然跟以前是好很多 这是一定的 因为医疗技术在进步 那当然也是安全起见 我们在植入的状况 大概就是希望一到两颗的胚胎为主 因为毕竟多胞胎的话 会非常辛苦 那有时候会甚至三个以上的话 会需要做到减胎这个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整个要依照 病患的身体状况去考虑的 台北长庚医院更在母亲节前夕 与中华邮政台北邮局 携手合作设立临时邮局 提供有长庚医疗logo联名的限定邮戳 希望将好运气传递给每一位 想成为妈妈的妇女朋友 非常感谢重要邮政今天跟我们台北妇产科一起齐心协力 把台北长庚在生殖医学所做的鼓励传达下去 那也提供这个邮戳 让大家知道生小孩就是有好运气 就是有很多祝福 我希望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 那我们用这个传递幸运这样子的观念 把他们三位坚强勇敢好运 可以传达给每一个想要受孕的妈妈 喜欢小孩的台北邮局局长吴信玲也分享 为了鼓励三名子女生小孩 自己还提出一个月补助孙子一万元 直到幼稚园毕业的奖励 不过台湾四管婴儿宝宝增加 也衍生出高龄高危险与早产率提高的状况 台北长安医院方面特别呼吁例行产检的重要性 尤其是高危险妊成或妊成并发症的孕妇 更应该视情况增加产检次数 才能确保妈妈及胎儿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